黃毓民議員 主席,本來我不是很想回應局長的,叫你讀篇稿寫好給你的,你都要讀錯,是嗎? 就是整個務實守則出來,務實和實務是兩回事來的,所以由你去解釋那個置疑呢,我覺得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根據務實守則第158段,檢討人員,須將其決定通知,在當時負責截取通訊 對不起,局長,等等 務實守則,我聽了一個務實守則,黃毓民議員,你說什麼? 他剛才提到務實守則,我沒聽過什麼叫務實守則,你叫他更正 黃毓民議員,你等局長發言完了,你一會兒還有時間可以提出 但他現在可以回答我,立即跟正,不要讓他坐下 你問了問題,立即坐下,局長,黃毓民議員提出 是,我現在重複剛才我個說的 此外,根據實務守則第158段, 叫你讀篇稿寫好給你的,你都要讀錯,是嗎? 即是整個務實守則出來,是嗎? 務實和實務兩回事來的 你說這個Course的含意是廣泛的 教諸這個下令更加廣泛 喂,法律的定義 很廣泛的含意,真是很稠泰泰 你想要清楚才會說 或是叫隔壁的那個 寫清楚才會說 什麼事我那個就炸太多,你那個就夠闊 夠闊就好了,這樣 這樣,垃圾桶就要闊一點,不要弄到現在這麼窄,弄個這樣的垃圾桶,是不是? 什麼叫做含義廣泛呢? 法律的條文可以含義廣泛的嗎?我現在真的是第一次聽,說就說。 你最好解釋清楚一點,告訴大家,什麼叫做含義廣泛呢? 還有你繼續說那句,在合理地設實可行範圍內,你又沒有解釋什麼叫做合理地設實可行範圍? 你解釋給我聽吧,我擔保你解釋不了。 准你用英文說,你都說不清楚。 什麼叫設實地,什麼叫合理地設實可行範圍? 合理地設實,有些是不合理地設實。 你解釋給我聽,你解釋不通。 這樣就夠廣泛了,是不是? 當然你叫他們不支持,你一定是聽你說不支持的,響鐘啊,不夠人。 會文議員 多謝主席 剛才局長的回應雖然很簡短,不過也有篇稿給他讀的。 他有一些很幹練的人員,幫他去寫這些稿給他讀。 他自己讀完也不知道自己在讀什麼。 無論如何都好,我作這個修訂,我再次強調,我們只是希望釐清權力的界限。 以及令到那個致詞,那個致意比較隔節。 我在這裡再一次呼籲各位同事支持我這個修正案,多謝主席。 還有一個提出的代決議題是黃毓民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現在扶諸表決。 黃毓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響一分鐘。 請各位委員核對表決。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結果。 表決結果,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委員,二十三位出席,兩位贊成,二十位反對,一位棄權。 分居直接選舉產生的委員,十九位出席,八位贊成,十位反對。 五人棄權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還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microscop席。 谢谢大家